嗨,大家好,我是喵喵 今天呢,跟大家分享的是口感不腻,异常清新的炸鱼柳 食材用料呢,大家请参考屏幕上方 在选择鱼肉的时候呢,建议大家选择没有刺的鱼肉来做 像龙鳞鱼啊,雪鱼这种都可以 像这种没有刺的鱼肉呢,大家就不用担心卡到自己 切好的鱼肉呢,咱们需要加料酒,盐,黑胡椒来腌制一下 大概呢,腌制十分钟左右即可 腌制鱼柳的时间呢,咱们来调一个炸鱼的面糊 两个鸡蛋打散之后,加上面粉调匀 调匀至浓稠可以滴落的状态即可 取上一块鱼肉,沾上面糊,再裹上面包糠 油温在气成热的时候呢,放进鱼柳杂质 大约杂质三分钟左右,看到表面相色之后即可捞出 等到油温再次升高之后,放进鱼柳第二吃复杂 大约在三分钟左右之后即可捞出 接下来呢,咱们来调个蘸酱 香甜沙拉酱搭配白香果,还有柠檬汁 口感真是异常的清新 大家不妨试一试,真的超级解腻 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 我是喵喵,谢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见,摸摸哒 比个新,动动小手,点个赞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